在遥远的恶龙之谷 藏着一只神秘的罐子 传说只要有人打开它 并且拿到关押在里面的恶龙 就可以号令恶龙之谷 强大的红眼巨人家族 替你征战四方 机枪射手将军 现在恶龙之谷 发现恶龙之罐 我命令你 带领你的部队 拿到恶龙之罐 撞到我国军事国力 好的国王 不过要去往恶龙之谷 必须要拿到 寒冰之地的能量果实 我们的部队 才能进入恶龙之谷 拿到罐子 而想要拿到能量果实 就必须打败寒冰之地的看守者 他们分别是骑士僵尸 弄成僵尸 扶梯僵尸 兵车僵尸 和最后的巨人僵尸 机枪将军 分别带领了乌瓜和蔡汶 小伙伴们 觉得他们能拿到能量果实的 请扣111 觉得拿不到的 请扣222 咱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他们要面对的是 骑士僵尸 您是僵尸头上的铁盔 血量很厚 必须要打掉他的头盔 才能解除他的封印 被打掉头盔的骑士僵尸 直接就被蔡汶给顺秒了 第二个是两个弄成僵尸 弄成僵尸 一旦靠近植物 可以使用龙卷风技能 接着出场的是扶梯僵尸 直接就被窝瓜 一屁股给做洗了 接着出场的是冰车僵尸 在寒冰之地 他充当着运输员的身份 最终还是没靠一会车子 就中途爆炸了 最后他们要面对 最后一关的巨人僵尸 只要打过了这一关 他们就能拿到能量果实 进入恶龙之谷了 巨人僵尸靠近了他们 蔡汶危险了 蔡汶努力着挥拳防守 但最后还是阵亡了 之后竟然被窝瓜一屁股做洗了 最后机枪将军带领他的手下 拿到了能量果实 下一步 他们要前往恶龙之谷 拿到恶龙之冠 我们下期再见